那我们接下来要关心的是你我的生活的消费话题 我们后面是写说日韩上班族们高通膨下好难过 怎么没有加入台湾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上班族的心情跟他们是一样痛苦的 我们等一下节目就会偷面就会提到台湾的部分 但我们先来谈一下日韩 这个日本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们有一些这个职场上面的制度可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提到那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也许就是让他们的薪资没有办法那么样起来的一个缘故 台湾也都没有起来 因为真的通膨最近真的很严重 我们知道鸡蛋缺鸡蛋涨价 然后鸡肉后来也缺因为也涨价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涨价 我看现在外食足以前100块可能吃得到一个便当 但现在可能150耶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 然后可是我们一个小时的薪水并没有到这么多 这个真的会让整个年轻人哇往下沉 这是一个算是全球蛮普遍的恶性循环 那我们先来看到CNN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报道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日本的劳工已经30年没有加薪了 然后企业面临的支薪的压力 他们有这个根据这个经济学家的一个数据发现说 其实截至去年12月日本的物价已经上涨了4% 跟欧美比起来呢 涨的幅度算是没有那么的高 但已经到达了日本41年来最高的水准 对 那而且呢又因为通膨的关系 所以你实际领到的薪资呢 其实正在迅速的下降 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以前的平均年薪 1991年的时候呢 平均年薪呢 大概是37000多美元 但是呢到2021 其实才涨了不到2000美元 39000多美元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低 这个涨幅很少 而且涨幅你看同一个时期 法国跟德国他们是涨了34% 但是日本的这个平均年薪呢 是涨幅不到5% 那CNN的这个记者 他们就有访问一些算是个案吧 他们有访问一个东京的英文老师喔 他这个英文老师 他就说他30年前就在东京教英文了 但是他的薪水一直都没有变 那也没有办法加息 后来他就有一点点半放弃 直到他三年前开始写书赚外快 他才觉得说好像有浮现一点生机 大家会不会也太晚写书赚外快 他应该在10年前就应该先做这件事啊 3年前才做 当然30年那薪水不会因为这样子 因为他一直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嘛 那你做一个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成效 或是没有什么超高的生产力 谁会帮你加薪 对我是觉得说他 因为其实英文我觉得日本这边还蛮看重 他其实可以多去 我觉得他要去斜杠其实是非常的容易 对比如说当翻译等等之类的 但他也许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就提到日本的一个民族性 让他可能决定说 嗯我就先安安稳稳的这边教英文吧 我们等一下来看 好那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OECD的这个经济学家 他有指出说其实呢这个日本的薪资长年停滞下来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呢是通缩 我们知道其他的国家大部分都是通膨 但是日本在这一波通膨来之前呢 其实他是通缩 没错 很可怕 很多年都是通缩 对 那通缩的话其实呢 这个他的物价其实就没有涨嘛 那所以人民民众的荷包就没有太大的压力 那自然没有压力下你可能就不太会说急着说我希望我的薪水能够调高一点 对你这个提高薪水的压力没有像其他通膨国家那么的高哦 那现在反而现在物价上涨了荷包压力大了 才会在抱怨说啊这个公司都没有帮我加薪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日本的生育率其实蛮低的哦 那生育率太低就是会让你整个国家的生产率也跟着降低 那所谓的国家生产率是什么呢 是说劳工每小时可以贡献多少GDP 所以说你人变少的话当然生产率就会降低 生产率高 企业获利才会高才会提供高的薪资 那你低的话整个就是是呈现一个恶性循环的模式 所以说这个生产率低也是造成说薪资起不来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这个人口高龄化啊 其实也导致说这个劳动力是整个是偏高龄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多人哦 就是会想说那我来就是去呃兼职好了 做一些兼差的工作 反而说日本现在的不定期的劳工兼职 part time这种比例是提升了到40% 那你去做这些兼职的工作 这些人的薪水加起来哦 你去就会拉低了整个日本的人的平均的薪资了 那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因素 接下来再来我就要提到的是 日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很多企业会终身的雇佣制 那终身的雇佣制 有些人就想说我待的越久的话 我领到的这个福利啊薪资就会越好 那我就不要再去积极的找工作好了 所以说其实员工就想说那我不要在那边换来换去啊 这样才能够增加这个加薪的机会哦 那这个但是同样的话企业其实也会很谨慎的来看说 我到底要不要帮你加这份薪水 因为你可能会一直永远留在这间公司 对那不止日本韩国也差不多对不对 对其实韩国的话他们的就业市场也不太好哦 有毕业生呢其实有超过七成了 都是觉得说我干脆放弃好了 就是才出社会就放弃直接躺平 对直接躺平直接呃还没有根本不到安静离职 我刚刚本来想讲安静离职 他根本还没有踏入职场对 安静躺平 安静躺平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南韩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都还是很想要去大公司工作 其中最多的就是三星嘛 那还有一些是这个 大于中小企业的小公司 这个是第二名 然后接下来是国有企业 然后政府的雇员中小企业 还有这个初创的企业 所以三星还是算是前五 但是像三星这种大公司呢 很多的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招聘的政策 只有三星目前的话还是统一招聘 其他的这种大企业啊 比如说什么现代SK等等之类的 他们呢是改采自行招聘 所以说自行招聘的话 我就会呃不太利于毕业生 反而是他要找的是有经验的人 所以说这个毕业生的 韩国的毕业生困难重重 那其中呢他们找工作的时间也变长了 有百分之六十六的这个大学毕业生 他们找到第一份工作至少要花半年 那有百分之快要四十的人呢 要花至少一年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强气的数据 十六到二十九岁呢 这群人呢他们第一份的工作花的 找到第一份工作花的时间 平均是十点八个月 也是快要一年蛮久的 然后呢有三十六万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是花到三年多才找到第一份工作 这个当然找到工作有很多种因素啦 说单时间的话 虽然是一个给大家来考量的一个要点 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他干脆放弃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调查显示呢 其实有七成的大学毕业生他放弃了 那这百分之七十呢 其实有近一半喔 他是觉得说他自己没有足够的这个技能能力 还有知识 那有另外呢 将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呢 是觉得说他其实是缺乏机会 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 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呢 是有积极在找工作的 然后呢发现喔 其实韩国有很多闲置在家的人喔 叫尼特族对 你可以称为尼特族 也可以称为啃老族 他的这个英文叫做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就是简称叫做N-E-E-T 就是你没有在就业 然后你也没有在受教育 你也没有在接受训练的人喔 这些闲置在家的人呢 2028月的数据 其实这个有大部分 大概有三十六万人喔 他们是没有参加这些工作 或是参加任何的培训等等的 那跟六年前相比呢 自愿闲置的人 其实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喔 所以尼特族呢 这个比六年多呢 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喔 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 达到了高峰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 台湾的话其实 企业的前景也不是 也不是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人力银行对于企业 所做的调查喔 他们来问说 你们这个企业 对于这个景气的正向的态度呢 今年的话有百分之六十七的 企业是觉得说景气会变好 但是去年只有百分之七十九 所以看坏的比例是增加的 好 接下来调新计划 调新计划到2023呢 调新的计划 有调新计划的企业 其实也变少了 只有百分之四十五 那甚至有百分之五十五 他是直接说没有调新的计划 主要的最大的缘由呢 就是说产业的景气不明 加上其实台经医院 已经有下修 今年的GDP到百分之 只会成长百分之二点五八 所以企业前景不明的状况下呢 不要随便乱调新 对公司的成本 可能是一个比较保险的考量 还有这是调新的幅度 其实2023可以调新的幅度 也比2022还要再少 接下来是企业真才的意愿 真才意愿还算多 有将近六成有 但是他们其实就是有几个理由 一个是要补足流失人才 还有例行性的真才 还有业务上面的增加 那今年的Q1的话 真才其实是有两大企业 是主攻 第一个是资讯科技 接下来是这个餐饮住宿的方面 因为国旅复苏 对让很多人要赶快来加薪抢人了 那我们也请到这个台湾智库的副执行长董思琦 来为我们分析说 这个高通膨是怎么样影响韩国民众求职 那韩国的状况呢 事实上它的这个物价呢 不断的这个升高 也是受到国际的影响 那特别韩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还有包括韩国呢 本身的能源呢 是比较需要这个国际的供应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韩国的经济成长 事实上是受到影响 那特别是在青年失业的部分 那韩国还有一个状况 也就是在过去这个疫情的状况下 有许多的这个自营商的倒闭 那还有一些小商家的倒闭 让原本呢 比较多的 特别是这个青年的就业的市场呢 快速的萎缩或是消失 那所以打工的这个机会呢 其实也减少 那所以在韩国呢 事实上对于青年来讲 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体感失业率 也就是说在除了一般的失业率 那还有加上 就是以一般的失业率更宽松 把你想要转职 或者是说 你现在要从所谓的非正规职 也就是说所谓的临时工契约工 转变成所谓的这个 政治员工的这个机会 减少的这个状况算下来的话 青年的体感失业率是大增 那到可能会到20%左右 还有另外一个是说 在一般的这个青年呢 他们对于这个经济的痛苦指数 也是非常的有感 那这个经济痛苦指数呢 一方面是这个就业的问题 是否也能够有充分就业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则是物价 那现在呢 许多的这个民生的必需品 还有包括韩国人 所熟悉的日常的这样的饮食呢 是这个价格是不断的上升 那另外一点是说提供这些服务的商家 在过去疫情之下呢 有大量的扫地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对于这个韩国青年的就业来讲 是雪上加霜 那特别是在现在的全球的这个裁员潮之下 特别是高科技的台员潮之下 那还有一些这个企业面临的转型 数位转型 还有包括现在的职场所需要的这个员工 跟过去的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就业 这个教学 事实上有一些不同啊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学用之间的差异也颇大 那青年的就业呢 就显得更加的困难 归纳来讲的话 不外乎第一个是市场的改变 就业市场的改变 所以学用的差距 另外一个是进入这个正规的就业市场 也就是说所谓成为正职员工的门件条杆 不断的提高 那青年呢 要达到这样的门槛是更加的困难 那另外一点是 原来青年可以用来依赖就业的一部分 包括是所谓的非正规时的就业 或者是说这个临时工 或者是说这种雇佣工的方式呢 现在呢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大量的减少 那种种的这些因素都让现在的青年 刚从所谓的学校毕业的时候 他很难马上就找到第一份工作 所以现在韩国青年呢 这个出入职场的这个就业等待时间呢 是非常的长 然后同时呢 即便是获得的第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呢 绝大部分也不是一个可以持久做下去的 所谓的稳定的正规值 好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台韩日三地的这个通膨状况之后 我们接下来把镜头转到印度啊 印度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沉箱差距非常大 那他们在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叫同婚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同婚其实这件事情最近在印度的东北部阿萨姆省哦 诶阿萨姆红茶 诶想到这个茶比较有名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这边同婚的状况也蛮夸张的哦 警方最近也扫荡哦 所以拘捕了大概一千多块两千名的涉案男子 结果发现这个阿萨姆省同婚率非常高 有40%哦 15%的大概是不到18岁就会成为母亲哦 那成为母亲之后就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他太年轻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好但是联合国就有分析说 其实这个儿童新娘的人数最多国家就是在印度了 大约有两亿两千多万人耶 那其中大约一亿人不到15岁就结婚了 15岁或许 国中生的年纪 对 国三吧 高一左右 或许这个生理期已经来了 但问题是他的这个身体的条件都没有好 那他就嫁做人妇 这个状况真的是蛮可怕的哦 好那这个阿萨姆 帮的首席部长哦 他就有说他们有逮捕了这个超过两千 大概两千名男子哦 然后对这件事情他们要赶快的来制止 所以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被捕哦 那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同婚 这个会让很多人会有出状况呢 因为太过年轻怀孕哦 其实对于孕妇跟婴儿来说都是蛮容易死亡的 所以你把人家把小孩嫁过去之后 结果他怀孕之后可能没有几天就过世了 小孩生小孩的这个健康风险太大了哦 对那我有查一下 印度在1978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修订禁止同婚法 男生的最低合法结婚年龄是21岁 女性是18岁哦 所以这个同婚15岁就完全是违法状态 但为什么还是这么猖獗呢 因为城乡差距太大 城市可能会遵守这个法律 但是乡下地区可能没有人在管你啊 然后我家里又那么穷 那我一家大概八口九口十口 我要养这么多人 女生15岁就赶快出嫁吧 嫁给别人成为别人的负担 才能让家里经济减轻一点点 有点变成这样啊 所以好像回到过去中国这种传统的模式哦 但印度现在还是有 而且我们知道印度有种姓社会的这个制度 所以女性确实是比较地位没那么高哦 好那我们再继续讨论说 联合国其实有深入分析 每一年都有150万名的未成年女孩被迫结婚哦 所以你看数据上15到19岁 16%的都是已经已婚耶 超级年轻 其实这个数据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候的数据 那你看疫情之后 那经济又更惨 然后再加上 应该会再往上升 对 重男轻女 然后刚刚我们说女性被安排结婚 要减轻家里负担 这可能数据都会往上再拉个一倍到两倍左右 好那他们就有去做一些探访 像国际陪优惠哦 他们就说 有一个13岁的少女 父亲是建筑工人 但因为疫情封城 就变相失业 所以他就把脑筋动到了这个女儿身上 就想说那我把你嫁出去好了 就还好这个国际陪优惠 赶快去解救她 那还有个17岁少女 是因为父亲重病 失去了收入来源 一样也是想说早点让她出嫁好了 同样也被解救了 其实这两个女孩都蛮想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蛮庆幸自己有被解救 那这个17岁女孩甚至还说 她因为这样子获得了解救 说她要帮助更多 这个反同婚的部分 让女生有更好的观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 好那我觉得大家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 如果真的同婚 她就会有很多的压力 你看例如说身心承受怀孕压力 16岁怀孕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照顾小孩 然后还有这个跨代贫穷 因为你可能卖的人家 也不会是一个非常好人家 所以穷上家穷 然后小朋友更穷 然后小朋友穷又是重婚又在卖 这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恶性循环 然后跨代变得很贫穷 这就是现在在印度可能 就是应该要来制止 这个阿萨姆省城邦的这个首长 确实有蛮大力的在制止 那我们就看后续这个印度可不可以 稍微把这个社会观念改变一下 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